歡迎收看今集宜家溫哥華 我們是溫哥華地產經紀Joey 我是Maggie 今天我們來到最近最熱的project 叫做Grace 又有西區的townhouse project 今次我們的地理位置在哪裏 這個位置是位於三十階和八十階 走路去QE Part都是十分鐘內 其實都很近的 還有去King Edward Skytrain Station 都是大約八分鐘左右的走步 沒錯 這個project叫Grace 是一個本地意大利人的發展商叫Vicini 其實是Under這個group叫Convest 我們待會可以進去介紹一下 Vicini的發展商 他的母公司就是Convest Convest是習慣Commercial的 還有最有名的就是Amazon Distribution Outlet 是起開很大型的project 而這個子公司Vicini 現在就是起第七個project 這個Grace的project是他第二最大的project 所以他會比較重點去develop這個項目的 是的 其實大家知道 是Convest他建得industrial 或這些commercial building 其實的難度是高於residential很多的 所以對他來說 由這個background的builder 去建設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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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 我比較有信心 的就是說發展商不需要 geoff 就是代表他根本不需要這麼有錢慢慢建設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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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 等等 前面是向北 如果你是去King Act 在向北的位置 Cambie就是在這裡 QE Park就是向東行 整個Project一共有43個單位 有17個單位是兩房加一個Flex 其他23個單位是三房加一書房 你看到這邊向北的單位 兩層加一個Root Top 這些全部都是兩房的單位 你看到高一點這些 後面全部都是三房的單位 三層加一個Root Top 剛剛也提及了 這次的Project有一個很大的賣點 就是它所有的單位都會有Root Top Deck 所以都可以看到一些景 另外這個Project也是特別提及 我以前也說過 西區的Town House要搞清楚 究竟是不是Stack 還是自己獨立 有沒有很多Access去車房 因為可能對你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Deal Breaker 今次這個Project 它是沒有Stack Home的 全部都是自己獨立式的Town House 還有每一個落到Basement的位置 全部都可以自己Access你自己的停車位 所以下雨或者下雪的時候 就不怕又要走出來又要搭升 這個在你的Basement 一開門就直接可以回到家了 好像說每一個車位都有EVReady 還有好像說有Wi-Fi 可以給你更新的系統 譬如你開Tesla的話 有Wi-Fi可以更新的系統 沒錯 現在油費這麼貴 所以為你將來穿上 你可能會換電車的話 這個已經有個EVROVIM 是非常之好的 Fall Plan就很簡單 A Plan和B Plan的 兩房和三房 你看到有些Corner位就叫做A2 B Plan的B2和B3 Corner就是稍微大一點 我先介紹這個三房和一書房 室內面積有1548呎 而室內面積有差不多500呎 因為它正層有兩個Pateo 在Master Backroom有另外一個Pateo 還未計算樓上Rooftop的Outdoor Space 所以它是很多室外的地方給你 另外這個Project有另外一個很大的特點 就是它有兩個Storage Room 有一個小一點和一個大一點 大一點的Storage Room 是有插頭 你可以放冰箱或者需要插電的東西 可以放在這個位置 兩房加書房的Fall Plan就是B1 室內面積大概1243呎 外面也有500多呎 剛剛提及有兩個Storage 但是Storage是不包在面積裡面的 因為你有沒有看到它是Parking的外面 所以其實是屬於Strata的Limited Common Property 所以就不用擔心1200多呎 可能有100呎已經走了Storage 其實不是的 發展商這個就等於送給你 其實兩個Fall Plan都比較相似的 當然就是少一間房間 你看到Main Floor這個中層的地方 就是有L型的Kitchen 沒有一個Powder Room 就多了一個小的書房 我個人覺得回到家中層有一個Powder Room很重要 所以這件事就要注意了 如果有朋友來或者你自己要用廁所 你回到家要走等於兩層的樓梯 才可以用到自己的洗手間 上面它每一間房都會有自己的Head Floor 還有它的主人房是可以放到King Size Bag的 每一個單位都是的 所以它特別著名這裡有個K字 這個Q字 所以這個一定可以放到King Size Bag 最後每一個單位都是有它自己的Rooftop Deck 你看到這裡寫著mechanical的東西 因為單位每一個都有冷氣 所以那個mechanical冷氣的地方 就是放在Rooftop上 所以不換牙位的 這裡同樣是有些花花草草會種在 將來Strada會負責去打理 你不需要去打理 看完Fall Plan 這次Color Scheme就是有兩個 它用街名 Ashe和Header去Distinguish 其實看上去都很similar 因為都是白色和比較淺色的系列 Header就是這個Powder Room Vanity Wall的Tile 顏色比較深一點 不一樣 否則都是很similar 我們示範單位是會用Ashe 我們去看看吧 來到示範單位 看到那個線是9呎 所有的主桌都是9呎 而房間就 depend on哪個Fall Plan Master Bedroom都是9呎 其他兩間房間是8呎 這次的Show Room 沒有做完整個Fall Plan 只是做了廚房的空間 和洗手間的空間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一開始 最重要是看一下雪櫃 Fisher & Pacal 剛才的Sales說它有一個特別的Feature 就是叫做Vocation Mode 如果你去旅行的話 如果72小時 見你detect到沒有用 它會幫你自動行運 我覺得 沒聽過這個Feature 因為它說這個Fisher & Pacal 雖然有很多不同的線 它會選擇一個比較 Top of the line的Fisher & Pacal 所以除了微波爐之外 全部都是用Fisher & Pacal 這個你看到是一個Five Burner Stove 它剛剛拔了鍵 真心是很重的 不是那些膠 這個Dishwasher 它說用了超靜音 也是Fisher & Pacal 下面會有一個indicating light 告訴你究竟是否有開到 因為正到 怕你不小心打開 對 還有本地費的Gas 是剛才有包的 竟然包的 因為這個真的是很少 很少有的 Townhouse通常不包 通常都不包 它的Back Slash 都是用了一片的Sat 還有這個Lazy Susan 是Heavy Duty 我覺得它拉出來的時候 它的油壓都是順暢的 因為我自己放了很多 有很多煲 因為它太重 它開不了 它這個應該是比較Durable 它這個晶盤就是用到Blanko 現在很流行 就是用一些可以防刮花 我自己就喜歡一個 我也是 一些煲很大 是呀 洗煲很困難 所以就 不過各人呢 有些人也喜歡這樣分開 因為有些可以洗 不過用Blanko這樣可以防刮花 我覺得這個是不錯 這邊就看到Kitchen Island 但是注意喔 不是每個Floor Pan都包的 它這個Kitchen Island 這次就做到特別加厚了 真材實料 還有它說 Cabinet Door 全部裡面都跟外面一樣的finishing 除了這個之外 一會兒洗手間的Cabinet 都是一樣的 剛剛提及 Cabinet裡面都是finish的 還有所有櫃裡面 有櫃桶 可以放很多東西 我自己最喜歡的feature 就是這個Sink 為什麼呢 因為平時你如果在這裡 普通的Sink 你的水會滴下去 如果你在這裡開的時候 你不會drip到水 到處都是 還有比較好清潔的 你原來積了很多黑色的 這個真的比較好 是德國的牌子 每一個洗手間都會有new heat 地熱的 所以冬天又不怕腳板凍 還有看到地下有什麼 好像酒店式 我喜歡這個容易清潔 對 還有設了一個燈 還有一些extra space 可以讓你擺毛巾 以及容易清潔 你看到所有都是用磚 還有All the way的整個洗手間 都是用磚 它這個drain 它說這種設計 水去drain的時候 的flow會比較順 好不好握手 OK啊 這個好像很漂亮 對 它這個牌子的顏色很漂亮 很有古董 像香檳膏 對 挺漂亮的 有質感 不錯 這個project成交易期 大約是兩年後 2024年的年中到年尾 但現在已經開始動工了 沒錯 管理費是三毫三尺 之前也有提及過 它有包含gas的 Deposit structure 寫offer的時候 一萬元 七天內是10% 之後每六個月給5% Total是20% 但限時優惠現在只需要給15% 但這個優惠可能隨時會沒有 所有單位都跟一個parking 暫時的限時優惠 頭五個賣的單位 三房是會跟兩個parking 價錢 兩房一書房的單位 Starting price是167萬起 三房大約是由198萬至226萬起 corner位當然會貴一些 而且尺數大一些 來到樓盤分析 Maggie我剛才進來的時候問了你一個問題 我問 那麼多project 這個project和其他project有什麼不同 因為我們很多客人都會這樣來問 西區有很多townhouse的project 對 正是西區都有很多選擇 但其實我在想起 最近如果你說 之前的西區project 很多其實已經收了盤 甚至乎買了 動工 好像現在這個moment Grace出來 好像真的只有她一個 如果你說西區的townhouse project 帶點發展商 還有我覺得 找一個有financial background 和有experience 很重要 現在這個時勢 很重要 因為大家都很 uncertain about the market 如果一個大的發展商去anchor 一個project的時候 會比較有信心 真的不怕爛尾 買西區townhouse的時候 現在很多買家都在問我這個問題 現在是不是一個good time to buy 現在mortgage trade升得那麼重要 然後好像有inflation 然後世界很動盪 很不穩 那現在是不是一個good time to buy 其實是不是good time to buy 流化 因為很多客人直接說 究竟買二手就是流化 那為什麼那些客人會選擇 通常買流化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pre-sale不需要立刻去供mortgage 那你現在這一刻 你買你落了deposit 是成交的時候 或者三四個月 甚至半年前 才去lock down你的mortgage 那變了你那個時候 那個market會是升呢 下跌呢 mortgage rate會不會又下跌呢 那很多我們的客人 他們就會去take advantage 這件事 會覺得foresee可能兩年後 mortgage rate可能會穩定 或者會下跌 那也會去take advantage 我覺得用money to buy time 因為有時候他們買的流化 可能會比二手楼貴一點 但是可能兩年後 其實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要回流回來 或者是不是真的退休 是不是真的回來 或者出租 我也不確定 所以他會用兩年時間 他真的好好考慮他們自己想用這個物業來做什麼 就是多一點的flexibility給自己 一個觀點與角度的問題 我覺得你們去買一個 例如一個西區的townhouse project 其實他們的價錢已經去到現在這個位 大家都知道很多的西區的樓盤開 現在的townhouse大概都是200萬一間 三房四房都是大概200萬元起 我發現有一個現象就是 之前買presell 連單位都拿不到 客人很害怕 一窩蜂去買 但當市場剩下的時候 其實是好的時機 讓你有得選的project 但客人就會說 現在剩下會不會跌呢 這個想法很矛盾 是很矛盾 當他下年好像這個project 他有些單位都是發展商想著 等市口加價再賣 但他可能下年2月再重新 會發生什麼事呢 那又是一窩蜂再去貴賣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間 也是一個買的好好的時機 因為之前你可能要排隊和人爭 入籽和人爭 現在你變了可以慢慢選 developer也出了這些incentive 送車位 又有減多少錢 因為之前是根本沒有的 因為你買都可能買不到 我覺得應該take advantage 他現在還會有incentive 少一點的deposit structure 因為我普遍看到發展商 都在做這些事情 但當市場一 pick up 的時候 他們不單止加價 還要很難拿到單位 沒錯 所以如果你是有這樣的需要 去買西區的樓盤的話 那我覺得現在是一個很好的timing 你不要等到市場好 是的 市場好的時候 你又可能拿不到 可能要更加高的價錢 去搶一間回來 那現在市場其實不是不好 現在是叫做normalize 我們叫做normalize 其實都是有買賣的 他們都是有收很多request 下星期又是開賣 但是你沒有那麼多人跟你爭 沒有那麼多人跟你bid pricing的時候 你是多了很多選擇的空間 我覺得 好了 那學Maggie說真的 下星期就開賣了 如果想查詢更多資料 記得聯絡我們JM 謝謝收看今集 如果是溫哥的話 記得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和share 下集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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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